全方位魔術大師來啦 他是天王御用魔術顧問 他的演出一再超越自我 他的名字叫做 大家好 我是魔術師陳冠霖 魔術界的奇蹟製造者陳冠霖 將帶來一場華麗冒險 我從事魔術呢 已經有25年的時間了 魔術對我而言 就是不斷的嘗試挑戰新的事物 這一次 我將要挑戰 魔術界公認困難重重的經典逃脫 他能挑戰成功嗎 位於台北市的南港101 我們赤資巨額準備大型道具 請來專業的醫護人員 這場浩大的魔術盛世 你準備好讓腎上腺素狂標了嗎 而他又能繼續在魔術界創造奇蹟嗎 魔術師陳冠霖一到現場 便開始確認所有逃脫術 將使用的道具 沒有想到最關鍵的道具 居然出現了最大的問題 這肩膀有點重 是不是啊 對啊 你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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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覺得現在... 沒有... 他現在全部的重量在我身上的話 我覺得會過重 我會... 很難 很難... 因為... 老鼠你太大顆了 太... 不知道 我先試試看 我先試試看 但是... 我是覺得不太厲害 好 太厲害了 小腿 好 太厲害了 好 太厲害了 好 太厲害了 對不起 我現在真的打不起來 好像卡住了 好 太厲害了 我們有辦法修妳嗎 有辦法修 妳可以趕快弄一下嗎 可以再調另外一台車嗎 現在 還是要換車子 好 再試一下 大哥麻煩你先 你再多試一下好不好 因為我也沒有空 我也不懂你這個東西 這種大型模式 有一個沒配好的完蛋 對啊 陸箱跑後處 最困難的其中幾點 首先我必須要被 吊在蛋汤中 四層樓到五層樓的高屁 而且箱子只有問題 橋上只是固定 箱子會左右搖晃 就會增加我逃脫的困難 再加上我全身上滿了鐵列 在將近三十幾度的高溫底下 被困在木箱裡面 會增加我更多的危險性 如果我沒有辦法 在三分鐘之內逃脫出來的話 我將會從高空中 掉落到地面上 而本身碎 沒想到事前道具的準備 竟然頻頻出包 正當陳冠林 會吊車脫掉壁卡住 而傷腦筋的時候 然後現場又有狀況發生 他們往上 試一下 等一下 大哥 我們等一下 等一下 你現在在跟我開玩笑的時候 對不起 等一下我們再微調一下 像這樣斜著 我覺得狀況比我想要很多 而且多很多 就很危險 因為它晃 如果它這樣子突然晃 掉上去那一插頭突然晃 再搖晃 劇烈搖晃 我解開到一半的時候 我已經在裡面滾了 這樣我怎麼解開 會拖到我好幾秒的時間 因為差那兩秒就差很多 懷著不安的心情 魔術師決定先進行簡單的身體檢查 只是其中鐵鍊過重的狀況 仍舊無法獲得解決 此時現場陷入一片膠著 不僅讓人想問 陳冠林 你真的還要進行這次的挑戰嗎 不然怎麼辦 還是要挑戰 我可以試試看 但是我覺得那個秒數會偷到時間 還是有點危險 你這樣三分鐘來得及嗎 完全 自己都沒有自己 這項不可能的任務 它能完成嗎 剛才看到那個吊車 就想到很像拍戲吊鋼絲 對啊 尤浩有沒有這種經驗過 有啊 其實我很多這種經驗 其實拍戲的過程當中 為了要拍攝的故事劇情好看 畫面好看 其實有時候在過程當中的時候 會有很多很多的危險 就比方說我印象比較深刻 像之前的話 就有拍一場那種爆破 也是爆破 然後火災的戲 爆破還加火災 沒錯 就是要衝進去火場裡面 然後拉人出來 然後突然有個柱子掉下來 砸到我之後 我就暈倒在裡面 然後旁邊突然就爆破之後 燃點的東西就燙到我的皮膚 但是導演還沒喊咖 所以不能動 不能動 雖然是很難 因為浩宇先生的表情太真實了 對 沒有 就是暈倒了 但是暈倒 但是你的皮膚 已經被滴到那個助燃的油 那喊咖了之後起來的時候 已經就水泡 已經水泡了 就已經水泡 可是真的很痛 真的真的很痛 有時候拍戲真的是 因為你這樣越逼真情 那感覺越好 而且你其實大家都會有個心態 我能不要喊咖就不要咖 對 我就再忍一下 很多人都是 我也聽過前輩講說 他拍那種機車廣告 然後那時候替身就是沒有來 他說那你可不可以自己來這樣子 其實藝人都會聽到這 都會覺得說 那我自己來 我自己來 表現一下 表現一下 真實一點好不好 搞不好得個獎這樣之類的 就像老師一樣 結果他就可能因此摔斷腿或怎麼樣 對 所以有時候這真的一點 像老師如果剛剛說 重一點 應該可以吧 那我就來 箱子這樣 那我就來 其實他就會想上 沒錯 所以這有時候結果 就像就是有可能一發不可收拾 就是完全你意想不到的結果 都有可能發生 希望他還平安 他到底會不會成功呢 注意 注意 以下道具經過專業測試 確認安全無欲的狀況下而進行演出 請家中小朋友千萬不要模仿喔 接下來 準備開始 再緊一點 助手加重了捆綁的力道 陳冠林一身布滿了過重的鐵鍊 被緊緊束縛的他 因而無法自由移動 現場不確定的因素太多 所有人都顯得異常緊張 但是為了超越自我挑戰經典 他仍然選擇繼續進行逃脫任務 來 這種天衣在箱子裡應該 有啦 歡迎副帳老師 應該會先流汗虛脫 你要不要緊 請給我 快點 好 快點 我們要來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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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上 先上 此时助理却犯了一个知名的错误 他竟然在木箱尚未拉高定位前就先行点火 这将使得逃脱的时间变得更短 而木箱里的陈冠林却毫不知情 一场紧张不安的气氛在现场蔓延开来 一场紧张不知情 紧张不知情 诶 连 Go 诶 连 ticking 诶 天啊 看到這個 看到這個會有種雞皮疙瘩 又雞掉下來 趴在那瞬間 對啊 可是剛剛畫面我們這樣看 是一鏡到底啊 對啊 沒有剪接啊 它唯一就是可以出來 從那個繩子上或鋼繩 就是那個吊車 吊臂上爬下來 但上面沒有東西啊 不可能 因為剛剛仰角又是拍廣角 然後我們剛才鏡頭一直拍 它裡面這樣 扭 扭到底 對 一直在扭動 太神奇了 現在電視機前面的朋友 一定也跟我們一樣好奇說 到底爬是怎麼樣 從在箱子裡逃脫 變成吊車司機 讓我們歡迎陳冠霖 哈囉 各位觀眾朋友 大家好 太神奇了 再來 我現在覺得看他好看 我摸一下 女生摸就好了 男生摸 還挑呢 老師 剛剛你在鏡頭裡面 這邊一直就是在做逃脫的 那個部分 掙扎 你最後怎麼下去的 你是什麼狀況啊 這個是一個 這感覺像是瞬間移動 怎麼樣 都敏俊師 厲害吧 不是 而且剛剛前面有講到 剛剛前面你其實不太高興 而且你自己也對於人生 好像有點緊張 因為 你不知道這表演 到底可不可以成功 是 因為那天的狀況 其實非常多 因為以往這些東西 其實應該是要我自己去準備 比如說鐵鏈 或是繩子有沒有 但因為我這一陣子是比較忙的 所以我交給製作單位 去幫我買這些材料 但是規格 有一點點不太一樣 你的助理 倒是對你滿多意見的 好 很有意 平常給他們的薪水太少了 很狠 很想知道到底怎麼變了 他當然不會教我們 不然他去哪裡表演 他怎麼賺錢對不對 錯 我今天來到這裡 就是要教大家一個 簡單的逃脫模式 解密逃脫模式 陳冠霖要教電視機前的你 在家裡就能學會的 雙人逃脫術喔 讓我來先示範一下 這邊有繩子 那我來找一位 來 這個我現在暫時用不到 就這樣把主持人推到旁邊去 我要先綁一下他 好 算是考各位一個很簡單的問題 對 我先設定好 把它綁起來 綁很近耶 老師妳滿熟練的 對 因為這是我的工作 常常在綁 常常在綁 在進去 是 綁出興趣了 好 然後現在麻煩妳 像我一樣這樣 幫我綁起來 這裡是不是 對 先打一個死鞋 再一個嗎 對 再一個 再一個 好 非常好 好 所以現在呢 我跟這個 它已經成為 就這樣 這麼快 好 我現在考你們一個 很簡單的問題 很簡單的問題 在不剪斷繩子 也不解開這個繩子的情況底下 我們兩個人要分開 對 先拉拉看 我們兩邊先拉拉看 拉拉看 絕對拉不開對不對 很緊 那方法很簡單 來 麻煩咪嚕 你幫我把 把我們兩個人 四隻手蓋住 四隻手 好 不要偷錢 不會 四隻交扣在裡面 其實非常簡單 你的手自己在裡面 把繩子解開就可以了 不解開 不解開 你沒看錯 繩子伸得分開了 而現在 有藝人兩兩一組 試著解開繩子 他們會找到訣竅 順利逃脫 還是解不斷理還亂 更加糾結呢 給我沒一點時間開始 給我沒一點時間 就沒辦法 所以沒辦法 逃脫就是利用 類似的原理 而且當你看到 你打結的狀態之後 你要去想辦法去逃脫 這是 平常練瑜伽嗎 不是 轉下去 你從腳跑出來 然後從腳 不行 從手 這樣手還是卡張 這是什麼姿勢 這樣手還是卡張 這樣就算現在 不是 好 等一下 先回來 先回來 這個姿勢滿奇怪的 我是何佳觀賞的 天啊 這是 解 還滿好會穿的 沒有 你看 轉了一圈 反而我們自己打了一個解 老師 你看我們四個人 在這裡掃白癡 你很開心嗎 老師 還不錯 還滿開心的 接下來我要示範給你們看 好 這是一個很簡單的 算是類似像抑制遊戲的 我剛剛說了 其實逃脫呢 就是當你看到 你全身被綁成那個樣子的時候 你要大概找出一個解 解開的套路 所以 死路啊 像這個狀態 你可以看 它這邊有圈圈對不對 它是一個圈圈 我們綁手腕的地方是一個圈圈 對 所以你只要把自己的 穿過這個位置 什麼 穿過這個 它手腕這個位置 穿過去對不對 然後套過它的手腕 這樣就開了 這邏輯 這什麼邏輯啊 它這兩個死的圈耶 怎麼可能會在一起 真的奇怪 來 你們試試看 剛剛跟著你一起做的時候 也開了 謝謝老師帶來的 簡單的抄脫術 謝謝老師 首先 抓住自己的繩子 再繞過對方手腕上的圈繩 就可以解開囉 觀眾朋友 是不是覺得很簡單呢 你學會了嗎 你要不要小聲嗎 我沒有重新說 好嗎